公主随向奉派一 你们在义成岁言 轻快的客家歌谣 搭配孩子们可爱的舞蹈 为2019长治火烧庄 综艺文化季活动解开序幕 为了莫忘长治火烧庄的历史记忆 同时也希望传达客家精神 长治相公所每年都会在 火烧庄占一地点办理追思祭典 期盼透过活动来传达六堆综艺文化 也彰显身为客家子弟的荣耀 今年的长治非常不一样 今年是我们身为 长治是我们六堆乡镇的前堆 那也很开心 我们的客委会在今年特别 在中嘉宾委员的争取之下 给我们长治相公所 特别举办了这个 六堆的综艺文化季的活动 加川在这里也要邀请 所有我们客家的乡亲 大家去联合参加 传奇恢复 透过祭典活动 缅怀客家心弦 保教卫台的事迹及故事 同时也举办系列活动 邀请大众来趟长治小旅行 包含有小农事集 客家文化体验 还有客庄戏剧演出等内容 欢迎乡亲永远参与 从11月30号开始 我们陆陆续续会在我们长治乡的客家村庄 举办了一些活动 特别邀请所有的乡亲一起来参加 除了有亲子写生 还有我们的客家剪子 还有客家的美食 还有我们的客家花布兰 还有我们的檳榔扇 跟我们的客家盘花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客家传统的一些 记忆 甚至于一些传统的文化 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 从11月29号至12月7号 连续一周的2019长治火烧庄综艺文化季 欢迎大家一同来长治玩 参与丰富的文化活动 了解火烧庄故事 体验不一样的客家小旅行 贫通事务北亭张志豪采访报道